白內障我們能不能點點眼藥水就會變好 白內障基本上是完全沒辦法用眼藥水來做治療 只能用手術的方式來做處理 長輩白內障的話不要放到太熟 放到太熟很難開對不對 對 現在的手術都是微創 用超音波把它震碎之後再吸除 那有的很熟的人他就需要耗費很多的超音波能量 那這個超音波能量在我們的眼球內 其實對整個眼球組織都是一個傷害 所以如果你的能量消耗太多的話 你的隔天會不上就比較不好 這樣水晶體是不是越貴越好 其實並不是 還是要依據你的需求和你的眼球狀況 歡迎來到如果雲知道高年級生的大小是問凱雲就知道 我們知道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瘡喔 喔 現在用的比以前來的更多了 過去說呢 50歲以上有白內障的人大約有6成 那麼60歲以上大約8成 70歲以上9成 現在不是這樣囉 因為呢高度近視的人很多 而且加上大家滑手機啊打電腦 長時間這樣使用 眼睛當然受不了囉 所以有白內障的年齡層往下降 甚至三四十歲就開始出現了 大家聽到白內障覺得 欸好可怕喔這到底是什麼 一定要開刀嗎 那開刀復原會不會很麻煩呢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周醫師 周醫師我先問一下 你開過年紀最大最長跟最小的是幾歲的白內障 我個人開過最老的是99歲 那他其實身體還很健康走路什麼都沒有問題 然後他開完恢復也很好 那最年輕的是開過二十幾歲 所以撇開先天性的不講 現在二十幾歲甚至有一些高度近視 就是用眼過度就產生白內障的問題了 那大家問題來了喔 像我們進視的時候會覺得 喔看不清楚對不對 然後比方看電視我們一直往電視前面坐 那白內障呢 白內障我們到底看到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白內障呢其實也是一樣喔 但是它是一個很慢性的變化 就是有點像溫水煮氫網 我們每天都在看東西 那它可能每天都會增加模糊一點點 但是因為這個變化很慢 所以你不見得能夠察覺到 那就會有點像喔我們平常看東西應該是清楚 然後邊緣是銳利的 那你如果有白內障之後呢 你就會看東西 好像我們那個手機的鏡頭 你如果說弄髒了 或者是沒有擦乾淨的時候 你去拍照你就會發現它變得很模糊 對不到焦是不是那種感覺 對然後它的邊緣會變成好像特別的霧 那我們在生活當中怎麼樣 從哪一些蛛絲馬跡來察覺 因為我們的眼睛退化是慢慢慢慢的退化 所以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真的不容易看到啊不容易察覺啊 所以我們可以有一些簡單的症狀的變化 像一開始你會覺得視力模糊 那初期的白內障呢 它不見得會覺得模糊 但是它光線進到眼球之後 透過它混濁的白內障它會散射 所以你白天會覺得好像特別的容易味光 看到亮光會覺得炫光 那晚上看路燈也一樣會有出現光暈的狀況 那有的人它是一開始它是顏色變得很灰暗 不像我們東西看顏色是很鮮明的 紅色就是紅色 它會覺得紅色有點灰灰暗暗的 看東西日常的生活 都會覺得好像不太清楚的感覺 但是它又沒有覺得很明顯的看不到東西 那比較嚴重一點就是它有時候 近視度突然增加很多 有的人它本來近視可能500度 突然變成暴增成1000多度 哇 會差這麼多 會 它那個白內障它變成熟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厚 所以它的度數也會增加很多 那也有可能你本來是有老花 因為你本來是沒有近視 你也可能因為這樣變成有近視 所以你的老花突然就不見了 這兩個我覺得最好奇了 第一個 近視度數暴增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退化是慢慢慢慢 那為什麼它的度數不是慢慢增加 而是突然之間大跳升 你就是比方你剛剛說500度變1000度 因為我們的水晶體就是負責 匯聚光線在視網膜上 我們平常可以從遠 然後突然調整到看到近的距離 這個也是我們水晶體負責 好幾百度的一個調整的焦距的作用 所以水晶體它度數改變 其實很容易是因為白內障而造成 不管是弧度或厚度各方面改變 然後還有它水晶體裡面的密度改變 也會造成它度數的改變 所以如果突然之間覺得近視變嚴重了 可能要去做詳細的檢查 再來這我不太懂 老花突然消失 看近變得清晰 這很多人以為自己眼睛變好了吧 對 因為我們像本來沒有近視的人 它可能老了之後它就變成老花 那它的老花是近的看不到嘛 對 可是它如果今天變成近視 可能200度300度 它近的就看得到了 平常看書都要戴老花 你現在不用戴了 原本還以為自己眼睛變好了 但突然有這些變化 都是要特別注意的喔 對 那我想到就是我們眼睛如果不舒服 或者有的時候眼睛有一些問題啊 我們就到眼科那邊 那醫師就會開給我們眼藥水 比方這個白內障 我們能不能點點眼藥水就會變好 還是說一定得動手術啊 白內障基本上是完全沒辦法用眼藥水來做治療 有點像是我們的蛋白啦 蛋白原本就是透明嗎 對 蛋煮熟了 結果呢煮熟之後就變成整個有沒有 那種沒有辦法透光的那種蛋白 所以以目前的科技來說 是沒辦法用藥水讓它回復到清澈的狀態 所以變成只能用手術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手術會不會很恐怖啊 我們想到要在眼睛動手術 感覺就好可怕 現在的手術方式呢 其實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那以往要做一個1.2公分左右的切口 才能夠把白內障整個擠出來 所以要縫上四五針 那現在呢因為科學進步的關係 我們現在只要做一個很小 2.2毫米左右的切口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根本不需要打麻醉藥 只需要點眼藥水在眼睛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很小的切口 所以過程中也不會痛 那也不會有什麼不舒服 所以它的麻醉是用點眼藥水的方式就對了 對 不用打針 好 那這個是一般進行手術 傳統的手術對不對 我們常聽到飛秒飛秒 到底飛秒雷射又是什麼啊 飛秒雷射呢 它就是用雷射去做我們這個 本來原本要做切口 它要做一個前囊袋的撕開 然後它可以先幫我們把水晶體先分開分好 所以它用雷射去做呢 它的切口會更緻 然後更平整 所以傷口會不會更快更好 那它用雷射去做這個前囊袋撕開的時候呢 這個其實有點像原本的前囊袋撕開 它只要做一個圓形的切口 然後能夠讓手術過程中 這個前囊不會因為水壓的變化或其他因素 造成前囊袋撕開就可以完成這個手術 但是呢我們現在要做新的水晶體 比如說三膠或者是散光 我們需要控制更多 包括它的手術過程的進行 所以我們會需要做一個更圓 然後更置中 更完美的圓形的切口 雷射去做呢 就像我們用圓規畫一樣 就可以做出一個正圓的前囊袋撕開 了解了 所以過去就像我們自己用手來畫圓 而我們用手來畫圓 不可能比圓規畫的圓還要圓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對 好 那我們怎麼知道說我們自己的家人 或自己如果有一天要進行白內套手術的話 適不適合用飛秒 要做哪些檢查 我們在手術前 都會做一些比較詳細的檢查 這包括整個眼球 從腳膜一直到視網膜 每一層都會去做檢查 那腳膜呢就需要檢查說它有沒有 之前有疤痕 或者是說它有沒有內皮細胞食癢症之類的 然後水晶體呢我們會檢查說 它是不是曾經有受傷過 那有沒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比如說有的人它是因為糖尿病 或是因為長期服用類固醇造成的白內障 那我們會檢查它的視網膜 有沒有黃斑部的病變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它的清光炎 它的視力減退其實是因為清光炎因素 根本不是因為白內障的因素 這些我們都會先做檢查 也就是說在開刀之前 其實醫師要好仔細好仔細的幾層檢查 然後才會幫大家動手術 那剛剛這樣聽起來這個飛秒 它像是手術的技術 那很多人在想說 白內障就要選新的水晶體嘛對不對 原本那個我們透明水晶體已經熄了 看不到了 那水晶體有健保的 有自費的 這又怎麼分啊 這個就像我們以前的相機 我們本來的手機的相機 它就是拍得出來 可以看得清楚 然後我們就覺得OK 但是現在它有很多更新的 比如說免延相機 或者是潛望式相機 它就可以讓我們在拍出來的東西 更銳利更鮮明 所以這就是它水晶體的差別 然後像你就可以用多焦水晶體 它就可以遠中近都可以看 就像潛望式相機一樣 喔 了解了 所以如果用健保就是一般那種相機的感覺 你還是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如果你想要美肌 當然這就要下載其他的軟體 所以這個時候就跟我們剛剛提到 美肌或濾鏡 所以說醫師 那這樣的水晶體是不是 越貴越好 其實並不是 還是要依據你的需求和你的眼球狀況 那其實像最貴的三焦好了 其實如果你的眼球 沒有說很 各方面狀況都很好 你的眼球沒有很均勻 然後你的角膜不是很好 或是你的視網膜 有麻木病變 或是有星光眼 都不適合用多焦三焦水晶體 那像是非球面的水晶體 就比較適合像清光眼的病人 因為它可以增加它的對比度 所以讓它的視力 會有得到提升 那如果說你的 有視網膜 或是你角膜上就有疤痕 其實你用什麼水晶 你都沒辦法 讓你得到更好的視力 我就會建議它 使用健保的就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眼睛開刀 聽起來沒有像我們想像中 這麼可怕 這個包括了麻醉 是用點眼藥水的 那開刀過程 就不會感覺到痛 對不對 那會不會要躺很久 或者是要包起來 術後到底會不會很麻煩 反正其實現在手術的過程 大概都在10到15分鐘 這麼快喔 對 那過程都會讓你看著 類似像一個顯微鏡的燈光 所以會比較刺眼 但是在手術過程中呢 因為你水晶體被拿掉之後 看東西就沒有那麼清楚 就不會覺得那麼刺眼 那當然會有一些點刺痛 或者是酸痛痴 酸脹感 這個是因為水壓變化的關係 那如果你瞳孔 沒有放大那麼好的話 也會比較明顯一點 不過大概都是可以忍受的範圍 那因為反正這個是用點藥水就可以做麻醉 如果你真的過程中 有覺得不舒服的狀況 隨時就可以再點麻藥 那它其實恢復的狀況呢 也都很好 一般來說 你大概隔天就可以恢復八九成的濕力 隔天就可以恢復 對 如果你手術過程順利 傷口恢復的都很好的話 其實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就可以正常活動 然後碰水都沒有問題 所以隔天就可以恢復八九成 然後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就可以恢復正常生活了 那周醫師我有聽過一種說法 就是他開了白內障的刀 但覺得好像過一兩年之後 又變模糊了 很多人想說 是不是白內障復發 但我覺得很奇怪 水晶體不是換掉了嗎 為什麼會復發呢 它這個其實不是復發 它叫續發性的白內障 因為我們在白內障手術的過程中 我們保留了原本水晶體的囊帶 然後把人工水晶體放在這個囊帶內 有的人如果是比較年紀比較輕 或者是他的細胞活力比較好的人 他有一些表皮細胞會在後腦上增生 那他增生之後 就把原本透明的後腦 他就變得有點混濁 不透明 了解 所以在一兩年都有可能會發生這個 但是這個比例其實我覺得相對算低 大概只有15到20%會有這個狀況 好 而且你剛剛提到 比較年輕反而會喔 對 因為他的細胞活力比較好 所以幾歲以上開原則上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概70歲以上就比較不會 了解 不過這個狀況其實很容易可以用 我們在門診 就可以用雷射把這個後腦再打開 然後沒有傷口 然後一兩分鐘就可以做完這個步驟 那時候我們把囊帶怎麼樣 把它洗乾淨嗎 我們用雷射 因為它後腦就在水底的後方 所以我們瞳孔散開之後 我們直接用雷射把它打出一個 有的人是打一個十字型 或是打一個圓孔 然後它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感覺好神奇喔 像變魔術一樣 一兩分鐘居然就可以解決 然後現在白內障開到的手術 也只要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如果說眼睛方面有問題 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長輩 尤其長輩白內障的話 不要放到太熟 放到太熟很難開對不對 對 因為太熟的我們在 我們現在的手術都是微創 然後就是用超音波 以前是把它整顆擠出來 現在是用超音波把它震碎之後 再吸除 那有的很熟的 它就需要耗費很多的超音波能量 那這個超音波能量 在我們的眼球內 其實對內皮細胞 對整個眼球組織都是一個傷害 所以如果你的能量消耗太多的話 你的隔天恢復上就比較不好 了解 所以不能放到太熟 有問題就去找醫師來解決 現在的技術都很新喔 甚至有什麼非秒的一色等等 都可以來協助大家 放到太熟麻煩很大 可能還用傳統方面的手術了 那麼希望大家眼睛都可以很明亮 耳聰慕明一直到牢 健康到牢對不對 好 如果您知道高年級生的大小事 問凱雲就知道 我們今天謝謝周一世了 也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大家好 我是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掃鈴鐺 而且也可以按下底下的超級感謝 來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喔